第十六題 右圖為假杯水加熱時 溫度與加熱時間的關係圖 若無熱量散失 且假杯的水 從食量為250克 則每分鐘 假杯的水從熱源中吸收多少熱量 當然我們的公式是 h等於msΔT 那我們假設呢 他每一分鐘 可以從熱源當中 吸收掉s卡的熱量 那麼根據公式呢 h等於msΔT 上面的數字有個5分鐘 所以5x 質量呢是250克 比熱呢水的比熱是1 ΔT 溫度從20變成30 所以30減20 所以就變成250 乘以10 消掉呢就變成2 所以答案就是500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他每分鐘會吸熱500卡 所以第十六題問我們說 每分鐘假杯的水從熱源中吸收多少熱量 我們答案呢選擇的是A500卡